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那个奖金料破百万 这大家可以说 因为我们也看到踏板车 卷车 抵台车 旧女 以及熟视中心关三个月老板补贴员公开销 还有工程师欠赌债 驾父亲的车去偷窃 以及娱乐新闻方面 女粉丝现身被林俊杰骂贱 这则新闻大家有稍微读了一下 就是有女粉丝好像是半夜去敲她的门现身 然后林俊杰其实还蛮生气的啦 因为为什么感觉那粉丝没有去很尊重自己的感觉 而且敲门 半夜敲门也有点不好吧 因为打扰她什么 是啊 她在休息 是 OK 我们来看第一则今天的新闻是 我们先说这个 于东玄街的 就是有一个德士司机他已经收车了 但是有遇到了四个 应该是喝醉酒的 相信喝醉啦 的男女 然后硬要上那辆车 他当时是说他拒绝之后 他就马上就打他一圈 是 完全没有听他任何解释还是什么的 对啊 所以他其实就是 可是为什么他已经要收车 他是要回家了 然后他的那个德士牌其实有些就是换班 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没有看 没有注意到啦 因为早上清晨四五点 所以他们就直接开了门进去车 然后叔叔就讲 我要收工了 他们就直接打下去了 可是换班不是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换班他可以载你到 他要换班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不想要载任何人 可能他已经很累了 因为他其实有讲他开了十 已经开了十四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要去练一下绕口令是吧 是 OK所以他当时那群人好像是从德士的后方 走过来然后就马上开车门跳进去了 对 然后是其中一名男子打他吗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是刚刚好停在那个交通灯前面 然后这四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 从后面走过来 所以他们其实其中一个人他就有点瘦瘦高高的啦 他就直接坐在那个驾驶座位旁边 然后叔叔就跟他说我已经就是要收工换班了 然后那个人就很激他一听到就非常的激动 直接大喊出话啦 然后还瞧他就是打了一拳板就打了他的手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那时候反应快所以就挡到就有挡住 所以才打到手啦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在大街上闹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准备报警的时候 他就其中两个女生 因为是因为是是两男两女 所以其中两名女生就尝试阻止让他报警啦 然后还叫打他的那个男男子快点离开 然后还有另外一名白衣女子就一直不断的纠缠他 还用粗话就诶对不起 还用不标准的英语来骂他 所以他过后就过后还趁这个uncle在报警的时候就抢他的手机 对所以呃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有四人吧 所以其中一个打他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材蛮壮的 所以他呃就是怒眼瞪着这个 德士司机然后还假装就是要打他这样子 不过他就赶快跑到那个中央交接处的中央就是呼救啦 希望经过的车可以就停下来帮他 而且他蛮聪明的是因为他车上有那个行车记录器 所以他跑到他车前方去对所以这整个就是可以录下来 嗯因为其实呃那个女生就是有说他飞离他 嗯还说他推他 所以他就这个uncle就说幸好他跑到那个德士司机呃德士前面 对 至少那个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行程记录器都拍得到 嗯嗯 因为如果他跑到后方的话他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 然后其实吼他有说刚才我们有提到嘛 他就是有跑到中央去喊救命 然后其实那时候虽然是清晨大概五点左右 可是已经有大概二十多辆车经过 嗯 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忙 就让这个德士司机觉得就有点失望啦 因为大家都那么冷漠 嗯嗯 OK 可是可能经过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能就很快速的这样经过 可能来不及听或者 对 或者在赶时间还是什么的吧 嗯 看到 全妖说就是喝醉酒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是其实这个他们有没有喝醉酒还没有证实对吗 是 然后Evizabeth觉得 觉得他们是外籍人士 然后应该是全部喝醉酒 OK 所以现在目前已经就是报警了啦 就是交由警方去处理了啦 是 然后其实呃 他是有透露说呃 他是 就是那时候警方有就是 他告诉我们啦 警方有就是叫他去验伤 然后可以考虑去法庭就是 如果对他想要追究的话可以上法庭啦 那种那个车费 对 对就减少蛮多的 是 OK OK Win Win觉得说可能大家赶时间去上班吧 凌晨 嗯 嗯 如果是你你开车经过你会停下来吗 可能要看情况耶 因为感觉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拉车什么可能是可能个人之间的一些纠纷啊 而且其实都是 而且其实都是 实际是在车子前面 所以可能经过的车都 因为那个车都是挡住嘛 所以可能都看不到啊 也不一定 然后看到的时候就太迟了 嗯 群耀觉得说除非是没有选择啦 不然他建议是不要开 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开车 比较危险 可能比较容易遇到那些喝醉酒的人还是什么的 其实说到这个东西 这个uncle早上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为什么会开业班 是因为他的 他的妻子其实也是有上班的 然后因为他家里有三个小孩嘛 所以他其实早上就是需要在老婆孩子上下班 而且还需要照顾小孩子 然后就是为家人煮晚餐啦 然后过后晚上他去开业班的时候 他的妻子就照顾孩子咯 哦 哇那可是他就是忙了一整天耶 是 哇好辛苦 嗯 也有看到Eric说 嗯 他觉得警方应该做些什么 不然像得罪司机之类的就没有什么保障 嗯 然后其实他们到了警警察局之后 他们那个女子有也有繁殖那个司机对吗 是啊 他就是说这个司机呃 sorry 他就说这个司机就是有非礼他 然后还说司机推了他 嗯 所以可是司机说幸好他在前面啦 就是那个那个行车记录记有拍到 OK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有两方面的说法啦 但是还要等待那个警方去进一步的调查 嗯 Eric说有些司机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有轮两班早早班跟晚班 所以有时候是他们呃 没有那些选择就是你要早班还是晚班 可是这个好像是他有 对 他是呃 拥有那辆车的对吗 嗯 不是很清楚他就是拥有那辆车 不过是他自己选择 嗯 因为他家里的那些 嗯 所以他最近他是选择开早班啦 去尝试一下 他会考 他可能明天 因为他明天才会重新开车 嗯 所以他可能明天会开始开早班 比较安全啦 嗯 好啦 所以有 所以在晚上开车还是什么 其实不只是得日司机啦 都要小心一点 是 好 呃 我们看第二则新闻是 乌兰车祸 女骑士卷车 嗯 OK 乌兰车祸这是发生在今天凌晨是吗 是的 今天凌晨12点 对 就在乌兰一带 然后女骑士是卷车底公众台车救人 OK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OK 所以其实这起车祸它是在今天凌晨发生的 那其实当时候是一辆货车 它刚好正要右转进入河边路的时候 就突然跟在过马路的这个电动踏板车 女骑士相撞 嗯 然后因为那个撞击力是很强大的嘛 所以就导致这个女骑士卷入车底 然后动弹不动 然后其实那时候它卷入车底过后它的脸是朝下 然后它就是让那里的人非常担心啦 对然后其实是有人就是蹲下来尝试跟这位女骑士说话 希望她可以保持清醒啦 然后因为它在车底嘛 所以其实当时候也有七八个人就是合力把那个车 尝试把那个车抬起来然后尝试把它救出来 所以大家其实又推又抬 然后最后是成功把那个货车移开然后把它就是救出来了 因为那些工作其实是不敢碰那个女生 因为可能因为你受伤怕再伤到她 所以她就抬了那个是萝莉吗 是萝莉 货车 货车 然后其实 然后其实它困在车底大概有十分钟左右啦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人其实在尝试救它咯 对 然后过后等到那个救护人员来就把它抬到那个单架上送去医院治疗 所以她伤势怎么样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不过她过后 就是她其实在送完医院的时候她其实是清醒的 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是说那个司机有留下来有接受警方的文化之类的 所以还好她没有逃走还是什么的 而且她也有跟就是其他的公众一起尝试把那个货车抬起来了 OK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说是那个女生她自己冲出马路还是货车有什么舒适还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啦 OK Elizabeth说觉得那个女生很可怜因为就是受伤 因为踏板车好像最近一直听到有一些 很多意外 对 然后多数是好像伤及别人 可是这个是踏板车其实她自己受伤的 然后还有看到有人在讨论上一则新闻 然后看到一个Kobi Shou Shou她说好可爱的名字 她说希望LTA允许司机在车内装记录器 其实现在好像是你去申请如果获得批准就可以了是吗 那时候是有在讨论这个东西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就是通过了 批准了 因为她觉得说大客可以拍可是司机不可以 因为之前那个Go Jack的事件就是那个司机有拍下那个女郎说要绑架她 不是司机啊 那个女郎说要司机要绑架她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她有受到一些惩处是吗 因为她录像 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啦 是传闻 对对对 不过过后她是有到那个有关当局那边 就是接受调查 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时候有关当局是有说会叫这名女乘客也去接受调查啦 然后再来决定一个结果 但是还没有下文啦 OK 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第三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是可能大家想要 开二讲 可能大家想要中马票的话可以 参考一下这一则新闻 因为好像是在座庙那里 然后他们的五师呢就留下了一个真字 是 是什么呢 5828 5828 然后竟然就开了二讲 是 所以其实就是洛阳大伯公那边他们在庆祝新年活动的时候 就请来了五师啦 然后这个五师 五师其实就是有在场 就是用那个柑橘来呈现出这个 5828的真字 所以其实就有人买了 5828 8285 因为它五师留下来的橘子 它其实是 你可以从左边看还是右边看 所以看的人就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说要从哪里看对吗 就是都OK 我觉得是看个人吧 那你是觉得看第一眼是哪里就是 对对对 我通常会跟着就是 现在我们这样子从左到右这样子读咯 可是如果你站反面的话 你同样也是从左到右啊 不是吗 也是 所以咯 这种东西就看缘分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有人就是真的去买了这个号码 然后也发了一笔横财啦 因为昨天 今天晚上的二奖其实开出了5828 对对对 然后 是 这个人他其实用了三元来下注 8285和5828 然后结果 5828就开了二奖 嗯 然后呢 嗯 这个我们我们就有访到那个庙的那个车活动策划人啦 呃 陈雅明 他就有说到其实呃 和往常一样他们每年都会请来武师就是祝信 嗯 也会 对 然后也会留下真挚 所以其实呃 就是看信徒 看他们要从哪一个方向来看 嗯 对然后也可以自己去买一个真挚啦 嗯 其实这个从来一看的这个东西哦 没有硬性规定 对对对对 就看你的财运吧 嗯 我觉得很很很很幸运 因为通常这种真挚 因为很多人买嘛 是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中 有时候甚至买 有时候甚至买不进 买不进 对对对对 所以呃 对就有人今天早上中了这个马票过后 就有到呃那个庙里面去还神啦 就是去领奖过后然后再去庙那边还神 嗯 对然后其实呃 新年期间哦 这个洛阳大伯公 其实几乎每天都会有吴师来的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善信到到场 所以相信有不少的信徒中奖啦 嗯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人 哈哈 刚刚好买到了 应该也没有人要留言跟我们说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这个读者就很很很有心的 就分享 可能就很高兴啦 因为是喜事嘛 他中了四千多是吗 是 大家 哈哈哈哈 有没有这位朋友的朋友 嗯 然后其实呃 呃我们估计是有大概两百多名信徒中奖啦 所以中奖金可能高达一百万元 嗯 对 然后呃 其实单单昨天的活动 昨天上午的活动哦 就有大概至少两千四百人到这里参加 然后这些人其实有包括就是新加坡各个民众俱乐部的那些呃 人士啦 啊 信徒 对 然后其实昨天有大概一百零八辆 民众俱乐部的巴士在乡客过来拜祭 嗯 对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那个证字 嗯 然后昨天整天两万多人到到到那边去耶 嗯 对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这间庙送出证字 嗯 嗯 之前我们有报导过就是在2016年三年前 嗯 三年前就有一个蔡先生哦 他在庙里面看到一五二八 结果中到二奖 嗯 然后也是在同一年 呃 呃二月的时候啦 就有人在庙宇内的灵猴 灵猴铜像 就是看到这个0812也是去买 就中了三奖 哦 现在还没有人中头奖 可是照那个顺序来看好像 三二二 就是 接下来就是会出现一 一 也不知道 哦 有人问说在哪里 因为我们那还讲 洛阳大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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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提醒一下 我们不知道鼓励什么迷信还是什么的 所以就是 赌博也是要消毒怡情啦 是 那 有人觉得说五诗的字是很少开的 德才说是你的怎么样都会中奖的 对啊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这方面的运气 你本身有买这种吗 我也是没有 可能几百年就买一次 不然就是跟朋友 朋友说要买奥就一起 但是我自己还没有买过耶 因为我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运气 是 嗯 再听说 哦 他也是买了很多那种五诗 留下来的真字 但是 所有的号码都没有开 嗯 OK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就谢谢捷律的分享 谢谢 好 来了 我们欢迎晚报的背影 我们的常驻记者 因为又是背影 大家可以留言又是背影 没有啦 欢迎我们的常驻记者 这就是你的逆称了 以后 什么 常驻记者啊 就是常常来 你还有其他逆称吗 OK 上了上了 这不是很重要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先看一下联合晚报的封面 首先看到的是 收工俱载 四男女德士司机被欧 当街喊救命 女郎抢手机还诬告非礼 另外我们看到右上角有 疑似未报复上传 女生的性爱视频 网民喊抓 洩漏这个性骗者 以及我们也看到 到校园踢球 静打群架 一个男子头破入院 还有看到的是 反锁厕所 反锁厕所三个小时 送院后发现 患瞻妄症 74岁的老汉 失踪九天巡获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糖尿病患者 常喝 箭移 汽水 亦患严重眼疾 以及娱乐新闻 还珠 哥哥的五个主角 谁爬高 谁重摔呢 这应该重摔的就是 范冰冰吧 她最近好像又有人 出来指控她了 最近负面新闻太多了吧 对 所以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去买一份 今天的报纸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则新闻是 然后先讲这则 有关性爱短片的 这则新闻 是好像是上个星期就开始流传一个影片 是 一开始是在那种网络的论坛那边 还传得蛮广的啦 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到视频 我是没有看到啦 没有看到有人在传 昨天开始有一些报导在面部 开始流传出来 所以这则三分钟长的视频 其实是 OK 比较让引起网民关注的点 其实是 因为视频里面的女生 是穿着一件名校的校服 疑似未成年 所以呢 就是有网民指出 从视频里面 其实看不出来男子的样貌 但是呢 就能够清楚的看见这名女生的样貌 相信是长进的人 就是那名男子 然后网民也从视频中判断说 这名男子的年纪好像比女生大 不排除是老牛吃嫩草这样子 然后就有网民形容说 就是看过视频的网民 他们有形容说这个女生 不时对着镜头微笑 而且她看起来不像是被强迫 虽然她身穿校服啊 样貌非常年轻 所以大家都怀疑这个女生是未成年 纷纷指责男子的行为 就算是你情我愿 在法律上面跟这个未成年少女 发生性关系都是犯法的 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找到这名男子去 让他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样子 而且这个视频 原先的视频其实是没有打上马赛课的 所以就有眼间的网民认出这个校服 认出学校的名字 所以网友也纷纷呼吁校方跟进调查 同时也要向这些学生灌输正确的性教育知识 但是根据校方的说法 像这个女生已经不再咒读这所学校 是是我们今天早上其实有向教育部证实 教育部发言人答复询问的时候 是指出说学校已经有注意到这个视频 并且已经有关注到这起事件了 这也证实说 视频里面的这个女生 现在已经不在学校里面就读了 然后学校也有提到说 了解到警方可能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了 所以暂时不方便针对这个案情 做进一步的评论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视频的时间点是什么 所以可能发生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就读 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细节 所以还是有可能是未成年的一个事情 是是 所以其实今早上也是有 没有访问到一名资深辅导员袁凤竹 他就提出说 这名女生的样貌出现在视频当中 所以她的身份其实已经算是曝光了吧 也很有可能被网民认出了 所以对女生本人 还有对家人都可能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 然后他也指出说 这个少女当时可能不清楚这么做的后果 但是如今她和家人都有可能面对这个心理压力 必要时就需要找这个辅导员进行调节 这样子 有人问说 David问说他是被 学校就是开除的吗 应该不是 就是 对 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不在那里就读了 现在已经不是在校学生了这样子 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视频流传出来 而且还是名校生 所以就有很多 引起很多网民的议论 大家都纷纷猜测说 这个视频中的男子 因为根据视频的角度 其实是那个当事人 就是那名男子拍下的 就是他上传视频的用意 可能是为了要报复这名女生 还是这样子 但是这些都只是网民目前的猜测 根据我们发现说 有一个网上论坛里面 有一则留言是附了多个链接 都是可以点进去 都是可以下载同一个视频的 所以但是我们不确定 上传视频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就网民猜测说 这名男子可能是跟那个女生 有一些感情问题 还是就是为了报复 才会上传 将视频放上网了这样子 但是也有一些网民 只逐步排除是当时 他和女生拍下这样的短片过后呢 要想要勒索女生才会这样子做 但是也有一些网民是站出来呼吁说 校方应该跟其他网友一起 揪出这名视频中的男子 因为无论他是不是上传这个视频的人 他如果跟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的话 就是犯法的 而且还拍下来 是 因为拥有那些 这些视频其实也算是犯法 是是 所以其实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散播 有这样内容的一些视频 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上周在国会发生的一个背景 内政部兼卫生部高级 集中屋次长安宁安敏 上周是在国会为这个刑事法改革法案提出一读 这个新的法案会新增加两项罪名 对付那些与18岁以下的人大谈性事 或者是给他们观看色情 色情影片或图像 或在他们面前进行性行为的性罪犯 所以目前其实针对这个性侵未成年的法律条文 只是涵盖16岁或以下的受害人 但是政府其实已经采纳委员会的建议 把未成年受害人的定义 从16岁调高到18岁 而且根据目前的这个妇女宪章 只要少女是未成年 无论她是否同育 男子都算违法 任何人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 一旦罪成可以被判坐牢 长达10年或罚款或两者坚持 OK 所以大家看到视频的话就不要去散播 因为对那个女生也是一种伤害 是而且其实持有和散播 含有侵害16岁以下孩童的图像和影片 都将被列为刑事罪 所谓侵害呢指的就是那种 有展示从事性活动 全裸或者部分裸体的孩童 以及对孩童施暴虐待等等 有这样内容的图像和视频 都不可以 如果你是持有人 或者是有份散播的话 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好我们看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也是一则跟网上视频有关的新闻 在地铁站外 地铁站 有两名女子 上传了最则时长20秒的视频 拍摄的地点是 地铁站外面的走道 根据视频可以看见两名分别穿着黑衣和白衣的女子 在这个走道的地面上面扭打 然后旁边其实是站着很多人 有五六名相信是他们的朋友 他们就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开这样子 但是他们就互相扯着对方的头发还有衣服 打得非常激烈 怎么也不肯放手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朋友看见无法分开他们两个 就是跑去驱散那些围观者 还有一个朋友是甚至指着拍视频的人 警告他不要再继续拍这样子 然后 几乎是不可能啦 因为有发生这样子 相信就会有人围观 对 而且其实从视频已经可以看出来 当时旁边站着至少几十名公众 大家都站在那里围观 看着他们两个打成一团 在地上流打一番过后 最后才成功被这个朋友拉开 然后视频就到这里才结束这样子 所以对于他们两名女子打架的原因 网民也是有很多猜测 这名上传视频的网友 他自己是有贴文 就是在现场嗎 应该 如果他是拍摄视频的人 相信他人有在现场 但是他可能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发生怎么一回事 只是他上传视频的时候有提到说 这两名女子是女佣 然后两人打架是为了争 一个男人这样子 他是这个 他也没有解释说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所以可能也只是他的个人猜测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些网民就有指责说 这个网友不应该把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 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害到这个涉案的女佣被遣送回国 但是这名网友就有辩解说 女佣难得争取到周末休息 那是却在闹事 所以他才希望通过这个上传视频去揭发他们这样子的行为 是非常不妥当的 看到有人说 争一个男人是不值得的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为了争男人 到底 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还是什么的 是是 目前不太清楚 其实我们昨天下午也有去现场 但是受访的附近的店家都表示说 因为事情是发生在白天的 所以他们其实都没有目击到整个事发经过 所以不太清楚详情 就是听说而已 那其实如果你周末有去过Paya Leva的地铁站 那里还真的是蛮多旅用的 就是因为那边有一些草地啊 是是是 他们好像喜欢在那边聚会什么的 但是一般都是就是和乐融融的画面 就是没有看过有大打出手了 这样子的情况 清妖也是猜说是不是因为男朋友 这个真的不太清楚 其实跟我们后来发现根据网民的留言 有一个人在那个天文里面留言 有提到说好像是 有一个女的她是跟了另外一名女买家买了一点东西 然后她是发现说货不对办 所以她拒绝付款这样子 所以那个买家和卖家就当街牛打起来 但是我们也 这个也是根据那名网友的留言 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OK David Norman觉得说货利巴应该改善那里的治安啊 好像 其实一般不会太有治安问题吧 像我偶尔也会去那里 是觉得说就会有很多人在那里而已 其实也没有闹事还是什么 很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之前那个非法的摊位是不是在那里 非法的摊位 就是可能女佣开始卖一些食物 好像 好像不是那里啊 好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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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个购物中心对面 对对对对 好像不是对对对 我记得不是白的 嗯 好 就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就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 不要当街牛打了 对 嗯 OK 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看到JM刚上线 哈喽 就是他说李包包跟贝贝好 我们为什么突然就好像变暴力这样 为什么 不错 不错 OK 第三则新闻 这则还是一则视频新闻 就是在淡宾尼中学的操场 昨天 不是昨天是 昨天下午 其实发生了一起打群架的事故 OK 又有打架 是 而且又是被拍到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的画面还 还蛮可怕的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 大家可以从新闻 现在可以在画面里面看到 就是一名男子 整个脸部都是血 鲜血淋漓了 就是很恐怖 就是一开始看 哦 所以那个视频一开始就是 放那个画面 对 所以拍视频的人很会取角度吗 就是还有 取角度 还有补那个受伤的画面 还有补其他的画面 是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对着那名受伤的男子拍 就是拍了过后 那个画面 没有打马赛克啊 没有耶 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血腥的画面 然后拍了过后 他就马上把这个镜头转向其他人聚集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操场的另外一个角落 就是有一大堆人站在那边推撞啊 吵架的画面 整个视频是大概有20秒长左右了 所以我们有向警方证实说 这起事故其实是发生在昨天下午 五点左右 地点是淡宾尼三十四街的东园中学 也就是Eat Spring Secondary School的这个操场 嗯 这样子是蛮严重的 所以在混乱当中哦 有一名穿着红色球衣的男子 动手推了一名黑色球衣的光头男 光头男当时是指着这个推撞他的人 大喊说我没有碰你啊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有听见传出另外一把声音说 哦对不起没有了没有了这样子 相信是在试图安抚大家的情绪这样子 平息这场纠纷 然后视频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有走访这个学校附近的居民哦 有一名住在附近祖屋的六十二岁退休人士 是跟我们讲说 他昨天在回家的路上 有看到有大概四十名球员哦 在祖屋的楼下路口供 然后有其中一人是躺在地上 然后脸上有瘀青这样子 然后据他所知啊 昨天对垒的这个足球队 有一对是来自台湾 另一对是来自本地啦 但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他也不太清楚 他应该是两只成人的队 对应该不是 跟学校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对应该就是公 因为学校一般上他们 会开放给公众使用啦 所以相信他们只是租借了 学校的操场 作为一个足球赛的场地这样子 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哦 在这个球赛的过程中 是有其中一方犯规 对然后这个裁判 当时已经吹哨 但是在他判罚之前 然后双方就已经开始 动手打了起来 这样子 所以警方授寻时有证实说 昨天下午4点57分 接到一起 蓄意伤人案的通报 有一名34岁的男子 在清醒的情况下 被送往张仪中和医院 接受治疗 然后案件还在调查中这样子 得财说球员打得那么凶啊 因为其实他们 如果真的是为了那个赛果 而打架的话 就真的没有运动精神啊 是 可能就是很激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 对 然后也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打架 但是在这样的 我 在这样的这种足球赛事里面 可能有一方不满判决什么的 就是会 比较激动 可能会吵起来之类的 但是很少会看到那种血流满面 是是是 但是很少会见到 真的是发展成这样严重的 一个留学事故 因为他 他满脸都是血来 相信伤得不轻 是 好恐怖 嗯 所以同样视频 上载在面部短短两个小时 已经有300多人转载 超过100人留言啦 然后在各大的社交媒体也疯传这样子 有一个附近的居民跟我们讲说 那里的学校的操场 其实是开放给公众租用的场地 一般上周末都会有公众在那里踢球 而吵闹声其实是难免的 只是说他也是有注意到昨天 那边好像吵得特别激烈这样子 然后还看见有警方到场 所以他自己本人也是觉得很惊讶 因为很少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名居民也是有提到说 他当时是在煮饭啦 然后突然间听到吵架声 看到球员们都聚集在一起激烈的争吵 最后出动警方来调节这样子 所以其实好像那里的居民都有注意到 有发生有出事了这样子 只是不清楚为什么 是什么影导致他们这样子打架这样 但是看起来好像那两支球队 不是定期会在那里出现的人 是 或者就算他们有在那里用场地踢球 一般上也不会有出什么事情 所以网民指出 就算赢了球赛还是输了球赛都好 都是要注意体育精神 没有必要打得这么激烈 还是希望那名34岁的男子早日康复这样子 David建议说要打的话要去打格斗 至少还可以赢钱嘛 不然你在平时打也没有意思嘛 他们应该是没有专业训练的打斗 这种打架还是算了吧 对 嗯 丁丁说年少气盛 嗯 34岁也不算 我 不会算是年轻吧 应该至少 要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 对 嗯 好了大概是这样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然我们就 结束了 因为待会好像还有多一场直播 是有关财政预算案的 哦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早报的Facebook 嗯 那我们今天新闻强见看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 拜拜 拜拜